朋友您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7月12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乌军发射海马斯多光火箭攻击赫尔松地区俄军传出丰硕战果 当地时间7月11日 乌军用海马斯袭击了赫尔松地区俄军的指挥和控制中心 俄罗斯第22集团军总参谋长纳斯布林少将当场死亡 俄罗斯第20摩托化步兵师三名高级军官被杀 他们是指挥官格罗贝茨上校 参谋长肯斯上校和作战部长科瓦尔中校 同时被击毙的还有第106后勤师副师长谢尔盖库兹米诺夫上校 第16特种任务旅副支队指挥官谢苗诺夫德米特里少校 这一国断了一名少将和六名高级军官 损失可谓是惨重至极 当地事件7月11日 俄罗斯社交媒体上的一则消息称 黑海舰队第810海军陆战旅的前指挥官谢尔盖肯斯上校 在乌克兰被袭击后上升 其实他就是上面消息里的那个第20禁卫摩布斯的参谋长 这是810陆战旅被击毙的第三名匪球 第一名阿列克谢沙罗夫上校 是在马里乌波尔被狙击手打中下了地狱 第二名也是在马里乌波尔 但是属于炮卷 这回肯斯上校是被海马斯系统送上了西天 810旅指挥官这么容易挂掉 那估计下一任继任者每天晚上都要做噩梦了 咱们回到俄军被斩首事件 这说明啊 乌军的情报优势一直都在线 但是俄军死了那么多的将军后 主动把指挥部往后撤了 所以除了率队重逢的库图左副少将和退休反聘的 驾驶苏25升空作战被独次清理的伯纳舍夫少将之外 最近没听说俄军将军阵亡的消息 但是海马斯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俄国将军并不是把指挥部往后撤30公里就可以保证安全了 这次他们得往后撤50至70公里才能安全 可是这么一来前线还有谁会冲锋陷阵呢 好 咱们来看一组乌克兰局势的消息 俄罗斯导弹袭击乌克兰东部查西夫亚尔站 一栋五层公寓楼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3人 随着废墟的清理工作继续进行 紧急救援人员正在努力将被困在废墟中的人拉出来 资连斯基指责莫斯科在袭击中故意以平民为目标 袭击摧毁了该镇的一个住宅区的三座建筑物 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表示 最新确认的受害者是一名九岁的儿童 他的尸体于当地时间周一晚上被找到 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称 7月11日俄罗斯对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的火箭袭击 造成至少6人死亡 乌克兰地区警察局官员西尔西波尔诺维夫说 遇难者中有一位父亲和他17岁的儿子 他们正在开车去取他的大学入学证书 市长伊霍尔杰列霍夫说 炮击袭击了民用基础设施 包括一处商业地产和一家轮胎修理店 他说这些可都是没有军事意义的地方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 使乌克兰公民更容易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 此前简化程序仅适用于韦端尼茨克 和韦鲁干斯克地区的居民 以及俄罗斯占领的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的居民 普京颁布法令简化程序后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断促全世界 回应普京的护照幻想 库列巴断促合作伙伴 向乌克兰提供更多中心武器 并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 乌克兰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俄罗斯使用简化的护照前发程序 勒紧我国临时备战领土居民的脖子 迫使他们参与占领当局的犯罪活动 并加入俄罗斯的入侵军队 加拿大驻基辅大使拉里萨加拉扎 已经被召见到基辅解释 沃泰华决定将维护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 所需的燃气轮机给德国的决定 加拿大同意在周末将修复的乌轮机送回 这激怒了乌克兰的官员 他们坚称此举违反了对俄罗斯实施的能源制裁 泽连斯基称加拿大的做法是一个危险的先例 他说现在毫无疑问 俄罗斯不仅会尽量减少供应 而且会在最紧迫的时刻彻底停止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 因为俄罗斯领导曾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的每一个让步都是进一步施加更大压力的诱因 据当地媒体报道 巴苏悬挂外国国企的船只已经能够抵达多瑙河和黑海运河沿岸的港口 以帮助乌克兰打破俄罗斯对粮食出口实施的封锁 以便民用船只运输农产品 基辅独立报称 这些船只由乌克兰海军护航 在乌克兰于6月30日从俄罗斯手中解放蛇岛后 运河的使用就开始了 拉脱维亚可能会增加国防开支 并引入部分性别的服役物兵役制度 以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风险加以控制 拉脱维亚总统埃吉尔斯·莱维茨告诉路透社 安全是我们当今政治的优先事项 计划将国防预算提高到GDP的2.5% 而且可能还不够 乌军又一次袭击了位于赫尔松州的俄罗斯弹药库 奥德萨州军政府发言人 希尔西·布拉楚克在电报媒体表示 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位于被占领的 辛卡霍夫卡的俄罗斯弹药库 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 这是辛卡霍夫卡的弹药库第四次被摧毁 乌克兰电报频道报道称 袭击发射时 在辛卡霍夫卡的入侵者基地有一大群车辆 其中包括至少50辆驾驭车 以及用于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的200枚导弹 欧盟在摩尔多瓦设立中心 打击来自乌克兰的非法武器走私和人口范围 欧盟内政部事务专员伊尔瓦约翰逊表示 该中心旨在防止巴尔干战争后的局势 欧洲犯罪团伙从中获利 以建立他们的武器库 瑞典移民部长安德斯·伊格曼表示 提供给乌克兰的大部分武器 都掌握在乌克兰军方手中 他说战争中使用的这些武器中 只有有限的一部分 实际上被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使用 马里乌布尔地方官员表示 俄罗斯计划在秋季之前 强迫马里乌布尔居民入伍 据马里乌布尔市长的助手 彼得·安德留山克称 俄罗斯计划将平民用作炮灰 并端促民众撤离这座俄罗斯 占领的港口城市 看到这里 对比此前乌防长列子尼克夫 所说的乌克兰已经动员百万大军 参与反共 俄方其实也在不举行举国军事动员的情况下 尽量在社会上搜集有军事经验的人参军 为此俄方还给出了高薪待遇 按照英国国防部的说法 新招募的兵员只要签合同就先给20万卢布 上战场后一个月25万卢布 受伤或阵亡后更有丰厚的抚恤 如果是服刑人员 除了得到一定的薪水 还可以免刑 这个条件对边缘贫穷的农村或许有吸引力 但依然无法吸引大城市的俄罗斯年轻人 事实上让他们高呼拿下乌克兰 斩首国家最高领导人容易 但是要让他们上战场 那可比登天还难 在这次战争中 死亡的农村士兵比例是远超俄罗斯的大城市士兵 这几天俄太平洋舰队第155海军陆战旅对媒体公开了该旅新组建的老虎志愿营的训练画面 这些被征召的老志愿者 看上去确实是老虎 怎一个老字了得 仗着老去唬人 但不管怎么看 都觉得这些人应该在家抱算子 起码都是五六十开外吧 也的确 他们或许真的有军事经验 也或许呢 不像那些大城市的俄罗斯年轻人 口惠而实不知的支持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或许他们真有为普大帝开疆脱土大业献身的热情 攒来年老体率 其实啊 这个老虎营就是这个国家如今国立的真实写照 看上去吓人的喊 但充气量也仅仅是唬人而已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 再会